欢迎回来 宝贝们 你快来看一下第三道题目 将加减乘除 分别填入下面等式的圆圈里 使等式成立 好 这一道题目 注意了 请我们小朋友 先将分别这两个字 给它圈起来 很重要 什么意思呢 在这乐老师先给大家来说一说 注意了 加减乘除 我们会观察到四种运算符号 而下面一二三四四个圆圈 请你要清楚 每一个符号都有自己的加 也就意味着这些都得用 而且只能用一次 听明白了吗 好的 顺提要点 注意了 加减乘除 各用一次 在这儿啊 人家可没有说 让你去使用括号的 所以我们小朋友 这个顺序要很清楚啊 先乘除 后加减 对不对 就是你填完了以后 如何去算 你要搞得很清楚 好吧 这道小题啊 同学们 先不着急去做 乐老师啊 先以这第一道小题为例 来讲一讲 如何去做 然后 请我们同学 自己来完成后面的 二三两道小题 好不好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道题目啊 那我就要来想 这个加减乘除 我到底选择 先从什么地方入手 比较好 对不对 你说老师 我想从家入手 你要从家入手的话呀 你咱们目前的知识储备 随便俩数 是不是都可以给他 加在一起了呀 对吗 那你来看 这四个地方 很显然都有可能吧 对不对 好的 那你说老师 我想从减入手 如果你要想从减入手的话 只需要一个大的 减掉一个小的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好 那么 似乎也不太好 可能性很多了 那你说从成呢 从成入手的话 咱们可以用到九九惩罚表 对不对 如果没办法用到这个惩罚口学表的话 我们也能够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惩罚的含义去做它 对不对 好的 那么 增上所述 我会发现前面这几个 是不是都不太好啊 那我可以从谁呀 很好 这道题 乐老师 我更喜欢从除入手分析 因为 注意了 这个除号可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填的 对吗 哎 先从除入手 那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第一道题目啊 好 第一道小题注意了 我就要来想一想 同学们 你认为除号能不能填在这个地方呢 很显然 七除以二怎么样 有一数了 对吧 惩罚口诀当中没有一个数跟二相乘得七的 对不对 好的 所以我知道这除号是不能填在这个位置的 没错吧 哎 动动脑筋来思考一下 注意了 那你想一想这除号能不能填在这个位置啊 有一些同学会想了 乐老师当然不行了 这二怎么能除以四去了呢 对吗 好 注意了 这个呀 是一个理由 但是我们小朋友分析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很全面 说老师 我如果先填成 然后再填除的话 这样行还是不行呢 因为你看呀 成除属于同级运算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是不是要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去做呀 哎 是的 那你试试啊 二七十四 十四除以四 对吗 好 怎么样了 哎 很好 我听到了 有一些小朋友说老师又没细了 对吧 好的 所以呀 通过这两点 同学们 我就清楚了 哦 除号很显然这第二个位置也是没细的了 对不对 好 别灰心 再接再厉 如果除号填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还可以吧 十除以二 咱会做的 对吧 好 那我就知道了啊 这个除号有可能填在这个位置 那我再想一想 那我再想一想 那么除号有没有可能填在这个位置呢 有同学说了 二除以五怎么能行呢 没细 注意了 别着急 我刚才说过了 像这个第二个位置 怎么样啊 如果前面是乘 后面是除 你呀 还需要再来分析一下 对不对 那 十乘以二 得二十 二十除以五 哦 好家伙 刚好是四吧 对吧 那么 我们前面分析了 注意了 会有这两种情况 有可能填在这 也有可能填在这里 对不对 但是到底哪一种可以呢 那接下来就需要大家来尝试一下 好吧 这道小题 时间先交给我们小朋友 请大家暂停视频间 自己试试 到底是第一种 还是第二种 还说老师 这两种都可以呢 同学们 试试看吧 好 试完了没有 试完了 请问这第二种行不行 哦 不行 那我们来算算好吗 十乘以二 得二十 二十除以五 得四 好 这个地方是四 没错吧 那好了 这前面 我只能要用到 加 减了 对吧 好 同学们 我们先想啊 如果先加 后减的话 七加二 得九 九减四 得五 很显然 等式 不成立 对吗 好 那我们再来 那如果是先减后 加的话 七减二 得五 五加四 得九 很显然 九跟四 是不是也不相等 对不对 所以啊 经过这样一分析 我就知道了 哎呀 这个除后 它一定是在第三个位置 对吗 好的 后边的 经过程式 我会发现怎么样啊 哎 七乘以二 二七 十四 十四 减掉四 得十 没错 这边 十除以二 得五 五加五 得十 你看 刚好满足 题目要求 加减乘除 都填进去了 而且 只用一次 完了 这道小题 我们很快 就将它搞定了 后面的二三 两道小题 同学们 还是 请你自己动手 来试试看 记住了 先填除号 好了 孩子们 试完了吗 OK 下面跟着乐乐老师 我们共同的来对一对答案 好不好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 就第二道小题啊 准备了 第二道小题 注意 请问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填除 诶 诶 史老师问的是 有没有可能啊 当然 有可能 没错啊 好 再来 这个地方呢 诶 四除以九 没细 先成后除 也没细 没有可能 看这个呢 二除以八 很显然没有可能吧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有可能 对吧 到底是填在那里 还是填在这里呢 下面就需要大家 自己去尝试一下了啊 尝试法 好了 那经过尝试 我们会发现怎么样啊 好 请看 注意了 如果你填在这个地方的话 十二除以四得 三 三加九得 十 二 没错吧 好 再来 二八 十六 十六减四得 十二 刚好等号成立 对吧 来 注意了 那经过尝试 只有这一种方法可选了 好的 继续来看 第三道小题啊 这第三道小题可稍稍的有那么一丁点难啊 准备 先从什么地方入手告诉我 非常好 先从除号入手 请问除有没有可能填在这个地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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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戏吧 有没有可能填在这儿 也不行吧 对吗 诶 但是我看到屏幕前面有一些同学会想 老师你看呀 我觉得这儿有可能 为什么有可能啊 老师你看啊 七除以五 虽然不行 但是我如果前面填了加号 然后这后面是除号的话 我觉得就有可能了 这样想对还是不对呀 有一些同学注意了 说老师你看呀 先三加七和十 十再除以五不就完了吗 诶 千万要记住运算顺序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仍然还是先要算什么 先算一算七除以五 对不对 记住六个字 先成除 后加减 好吗 来吧 那我们再来啊 那你说除号填在这儿行吗 很显然也不行 对吧 所以这除号 所以这除号怎么样 哦 填在这里的话 我领约听到 有一些同学说老师也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十除以四怎么行呀 哎呦非常好啊 大多数同学很清楚 我可以先 哎 先成 然后再除 是不是就行了呀 对吗 算算看 这儿是二十 二十除以四 迅速报数得几呀 是不得五啊 对吧 那么现在我的手 也还剩一个加号 一个减号 我可以先加后 减非常好 那十减五 是不等于五啊 对不对 本题搞定了 来吧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三道小题 注意了 所以呢 我们在做巧天算符问题的时候 请大家慢慢的来体会 咱们的入手点 咱们的突破口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这三道小题 你都做对了吗 哎 下面呀 跟着乐老师 一块来看一下 史老师点击 像这样的问题 加减乘除 各用一次的时候 需要大家怎么样 哎 小窍门 先从除入手 因为除号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 都可以填的 你听明白了吗 我可以帮你帮我 我可以帮你帮你帮我 我可以帮你帮你帮我